一画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聪明的女人都懂得这三个道理 女人的一生都很忙 年轻的时候懵懵懂懂 结婚以后就忙着照顾丈夫 忙着照顾孩子 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别人身上 虽然伴侣和孩子都是值得女人用一生去保护的 但是女人的幸福并不跟你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成正比 一个女人想要更幸福 必须要活得聪明一点 一,放弃一切换来的只有失败 雅娟遇到了吴磊 一度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是骗不了人的 在吴磊的一番追求下 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吴磊不仅有一副好皮囊 还特别会甜言蜜语 总是哄得雅娟心甘情愿地 为吴磊无条件付出 没有结婚前 雅娟就知道未来婆婆不好相处 据说婆婆因为脑梗后遗症 整天卧床不起 光是请保姆 就请了不下十个 每次都找茬说保姆不好 让人在适用期以低工资白伺候自己不说 还总能想出办法倒打一耙挑保姆刺 吓得家长公司再也不敢接她的单子 雅娟一方面为了证明自己对吴磊的爱 一方面觉得一个卧病在床的老人没人照顾 挺可怜挺心疼的 毫不犹豫地在老公的建议下 辞了工作专心照顾婆婆 把婆婆伺候得满面红光 逢人就说自家儿媳妇多好多孝顺 让雅娟心里听了像命一样甜 吴磊心情好的时候 更是会时不时地给雅娟一点小惊喜和浪漫 让她一度以为这辈子是最幸福的女人 直到在吴磊手机上发现跟另外一个女人的床照 雅娟才惊觉那个好男人吴磊出轨了 因为雅娟确实对吴磊有感情 一直不舍得离婚 加上吴磊哭着求她再给他们的婚姻一次机会 雅娟不仅原谅了吴磊 对婆婆也更细心了 有天吴磊洗澡去了 忘关自己的电脑了 雅娟看到一个弹窗消息 是一个女人的聊天记录 在吴磊和小情人的聊天记录中 雅娟发现 吴磊一直在跟小情人说 有免费的保姆不用白不用 毕竟老妈需要人照顾 请一个保姆一个月还得好几千呢 一直安慰着小情人在等等 一定会娶人家之类的 那一刻她才发现自己错得多离谱 以为自己是真爱 尽心照顾老人 却不知道自己以为的为真爱付出 爱无极无 在老公眼里只是免费的保姆 真的让人太心寒了 想通了这些 雅娟也彻底放下了 一纸诉状提交给法院 请求离婚 只留下了有点后悔的吴磊 在对待感情上 女人总觉得付出越多 收益也就越多 但最终自己放弃一切换来的 只是男人的不屑一顾 太多女人在婚后沦为保姆 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对方的起居饮食 这除了爱到浓食的本能 更多的是渴望对方 给予更多爱的回馈 就好比你在股市进行投资 是否盈利 你并没有主动权 而被投资者一旦形成习惯 你的所有牺牲 就都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存在 所以真正聪明的女人 无论她们爱谁 都先把自己放在首位 并非是自顾自立 只顾自己 而是清楚知道自己所求 不会因为任何人的需求 而随意做出妥协与改变 因为她懂得只有爱自己 才能够值得被爱 电视剧《中国式离婚》里曾说 女人的貌将和日下 男人的财争争日上 所以婚后的女人 要加强自我建设 永远保持魅力 许多女人误以为只要结了婚 就犹如签订了终身合同 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外在形象 更会对自己以为的牺牲和付出 充满着底气 以为那是关系的保障 可殊不知 从你放弃形象 和自以为的那一天开始 婚姻里的隐患就已经悄悄出现 中年女人有很多无奈 不得不妥协现实 我想说 女人到了中年都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 绝不能委屈自己 就像玛依丽曾经说的 女人不要为别人而活 要为自己而活 你可以犯错 但是一定要成长 这个社会赋予女人很多枷锁 女人是母亲 是妻子 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慢慢的 女人会失去自我 丧失魅力 等到她们醒悟过来 婚姻陷入危机 孩子的教育也是一团造 我们喜欢嫌弃良母 想从她们身上得到关爱和付出 但是我更希望 女人可以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去生活 去选择自己的工作和感情 当女人不再委屈自己时 她的人生也会绽放出不同的色彩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女人出生在穷乡僻壤 父母重男轻女 家境贫寒 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父母为了供养哥哥们读书 把她许配给同村的一个二婚男人 两个人相差了十几岁 但是父母哪里管得了这些 收下了高额的彩礼就万事大吉了 结婚后 女人生了个儿子 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平淡的日子背后是一团糟的生活 丈夫酗酒赌博 日子过得很结局 结婚没过几年 女人就熬成了黄脸婆 贫穷又压抑的生活 让女人喘不过气来 看着弱小的孩子 她拼命地寻求出路 没有后路的她 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 很快 她提出了离婚 婆家自然不同意 她以死相逼 后来婆家提出一个条件 要留下孩子 婆家对孩子很宠爱 女人也没有了后顾之忧了 离婚之后 她就孤身一人去大城市打拼 没有学历 只能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 吃尽了苦头 受尽了所有的泪 看够了所有的眼色 但是她没有倒下 经过了五年的打拼 终于从底层的服务员 坐到了餐厅的主管 那个自卑的农村妇女 早已不见了 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自信自强的女人 经济基础好了 内心也富足了 面对生活 她又有了选择权 去年 她结婚了 老公很爱她 当一个女人 委屈着自己的时候 她会把自己放得很低 甚至失去了自我 只有当她真正强大 独立起来 她才能重新掌控 自己的人生 在女人的成长阶段 40岁是一道 很明显的分水岭 有许多中年妇女 在进入40岁之后 就开始呈现出 躺平的状态 卷不动了 不是放弃人生的理由 心中有热爱的女人 才能保持 与时俱进的成长 所以 女人到了40岁之后 千万不能 无所事事地躺着 而是要拿出勇气 直面真实的人生 从眼前一地鸡毛的 琐碎生活里面 找到内心的热爱 一件或者两件 心里面对这个世界 还藏着探索和热爱 就能够与社会建立连接 就能够不放弃 自我的成长 这漫长的一生当中 不要妄想着 谁能够成为你的依靠 而是要努力 去成为自己的依靠 丈夫功成名就 儿子前程似锦 都不如你自己事业独立 心有热爱 活得灿烂 女人在四十岁之后 保持自我成长的能力 不仅仅是用来探索 内心的热爱 更是为了让自己 更有底气地去面对 五十岁之后的生活 当你活得独立 且美好 能够不断地成长 去和岁月斡旋 就能够产生很多底气 帮助你赢得余生的美丽 不管现阶段 是否已经实现了 经济独立 都需要对自己的成长负责 去成为更好的人 尤其是进入四十岁以后 不放弃自我成长的女人 才能够活得闪闪发光 她们不再凭借美貌强大 而是凭借独立的人格 独立的事业 活得有价值 有尊严 不管世界怎么变 你自己的成长 才是唯一能够依靠的东西 保持学习的能力 保持内心的热爱 拥有探索的本领 也敢于突破现阶段的成长 去赢得更广阔的天地 为四十岁的女人祝福 这样的活着 其实真的很潇洒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了点点订阅 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